六度的第六歌 般若 把它翻成中文就是智慧 为照了一切诸法 皆不可得 而能通达一切无碍 为诸众生种种眼说也 我们仔细看了 这个前面的五度 其实是为了帮助我们大家 达到第六歌 换句话说 心如果定不下来 智慧会不会现前的 不会 那智慧有什么好处呢 你看这里讲的吗 照了一切诸法 皆不可得 照 分为三种 观照 照诸 照见 照见是最高的 那这里这个照呢 就是指的照见 像观自在菩萨 照见 五蕴皆空 就这里所讲的嘛 一切法不可得 我们现在为什么常常会生烦恼 您就认为一切法呢 可得 而佛告诉我们 万法皆空 因果 不空 所以开智慧好 开智慧之后呢 我们六根接触到外面六层境界 您就真正能够做到 不受它的影响 这个《大般若经》呢 内容非常丰富 六百卷 这么长的经文 到底说什么 几句话就总结出来了 一切法 无所有 必尽空 不可得 所以哪天我们心情不好 您把这几句话念一下 念完几遍了 自然就怎么样呢 心情就好多了 所以有智慧好 有大智慧呢 就能够让我们真正体会到 《华言经》上所讲的四种无爱 所谓的 理无爱 事无爱 理事无爱 事事无爱 凡夫麻烦呢 改个字 理有爱 事有爱 理事有爱 事事都有爱 今天早上 悟上还特别提醒一个童秀 你晚上可不能够吃黑木耳 吃黑木耳对身体不好 你看 我们吃世间的食物 一不小心 就容易怎么 产生副作用 反复吃这些东西 喝这些东西 小心谨慎 那佛不上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他吃喝有没有问题 他根本就不用吃 也不用喝 但是为了要随顺我们呢 他也吃 阿罗汉 七天吃一次 皮子佛半个月来吃一次 我们可要知道 对他来讲 他有没有这个必要 不需要 你想想看 连色界出残天的天人 都不需要饮食了 都没有睡眠 那更何况是阿罗汉 可是这些圣人 为什么又要来到 局势家门口 脱拨呢 给大家种福田 让他这有个机会 见到三宝 听到三宝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三千多年之前 世尊带着他那个 生团 一千两百多人 一走出去 很长的行列 这里一条街 几个法师 那里一条街 几个法师 分开去脱拨 那多热闹 学佛的风气浓厚 其实你也可以观想一下 如果佛跟弟子们出去脱拨 请问居士喜欢 更喜欢供养谁 对不对 当然佛是平常心看待的 谁给多给少 不会在乎 甚至于给他收了稀饭 佛吃不吃 早吃 我们敢不敢吃收了稀饭呢 今天早上肚子又有点问题 拉肚子 所以有个同学就问 圣师你昨天吃东西 是不是有没有觉得不舒服 物生说 昨天觉得还好 但是今天早上 觉得不太舒服 肯定跟昨天吃的东西 有问题吗 所以我们要好好修 你看佛三十二项里面有一项多好 他那个牙齿之间流出那个精液 这个精液就是口水 口水可以解毒 就算是把那个屁霜 咽下去了 佛也不会中毒 所以成佛好处说不尽 那么这里讲到智慧 有了智慧呢 我们不但是得到智力 还能够怎么样呢 帮助众生觉悟 就像这里所讲的 为诸众生 种种演说 请大家留意 不但要说 还要怎么样呢 要表演 要做给他看 我们再把这个参考资料 翻到七百二十六页 往后面翻 七百二十六页 大家找四摄法 七百二十六 四摄法 有看到吗 好 此四通言 摄者摄 及摄寿也 为菩萨欲化导众生 必须以此四法摄寿 从这一段的介绍 我们就要晓得 为什么佛菩萨 可以做到教法众生 因为他常常用四种方法 来帮助大家 这个四摄法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 就是公共关系法 或者说交际法 我们常常用这些方法 就可以跟当地人 相处 和谐 和睦 融洽 就算是这个地方 居民来自四摄八方 可是我们修四摄法 能够让大众 感觉好像是一家人一家 特别情绪 所以我们这一个 图文八小城市 当地的宗教 这些领袖 很有智慧 十多年前 就跟师父上 提出他们的一个建议 希望能够把图文八 建设成为一个 和谐模范城市 这个提好啊 师父上 非常欢喜 鼓励他们 支持他们 再去做 下面再讲 必须 以此四法设寿 使其依附 然后 岛以大圣正道 所以我们想要把众生 带进佛门 那就应该要修 四摄法 有修四摄法 他才有这个愿心 有那个欢喜心 跟我们一起学习 因为他尊重我们 相信我们 他才愿意来学 假如我们跟他没有缘 宁儿在讲台上说的 天花乱坠 他愿意听呢 不愿意 他也不愿意 不愿意